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220章你可以提建议 我说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向我们医院的领导提建议 如果你不看 可以到别的医院或者挂别的号 我这里还有很多病人等着看病呢 医生耐心的解释 对啊 你买瓶香水都不值这点钱了 又不是没钱 我们大家都排着队呢 有病人不满的说 闭嘴 女人大怒 她把自己手里的卷毛狗放到地上 双手插腰 摆出了一幅颇富的回子 气势汹汹的说 我不管 我现在要求你马上给我换成最低收费标准 凭什么让我多花钱 我是消费者 我就是上帝 我的要求 你们一定要达到 这医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蛮不讲理的人 他也相当的无奈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这里的规矩是我定的 有问题 请给我说 叶浩轩 叶浩轩挤到前面说 院长好 医生站起来打了个招呼 继续工作 这里交给我处理 叶浩轩道 好的 下一位 医生点点头坐下 你就是这里的院长 这里的狗屁标准就是你定制的 女人双手插腰 做出一幅要大战异常的准备 不错 就是我定制的 你有问题吗 叶浩轩道 当然有问题 你们曙光医院打这不是平民旗号吗 女人凶巴巴的问道 不错 我们医院打地是平民的旗号 叶浩轩点点头道 你看你这也叫平民 我到这里还没有看出来什么毛病 你就要我花大几千 这和其他的喝血医院有什么区别 你这也敢叫平民医院 女人丢出一堆化验单 我们是平民医院 但你是平民吗 叶浩轩反问你这条狗 是法国的罗琴犬吧 纯种的 不错 是法国的罗琴犬 你有点眼光吗 女人颇为意外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怎么 想买 这玩意 不是你有钱就买得来的 这可是花了我几十万美金才弄来的 不错 你手上戴的玉士极品帝王绿 这又得上千万吧 而且 你的包包也值个好几万 则则 你老公身家很英识吗 叶浩轩冷笑道 那当然 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嫁了个有钱的老公 女人得意的说 买条狗几十万你不嫌贵 区区几千化验单你说贵 你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人就是人 别把自己当畜生 你跟医生护士叫什么劲 你有本事得病别找医生 你有本事也别得病 茅台一瓶成本 你乐意喝 香烟一盒成本 一零块卖一千 你乐意抽 二十块钱的神仙水卖几百 你乐意 住宾馆几百元 你不嫌贵你愿意 挂个教授号 你嫌贵 明星开演唱会几千 你不嫌贵 火葬场烧你 你不嫌贵 买个骨灰和大几万 你不嫌贵 你要是人就消停这点 别没事找事 有本事 你去找黑社会的事去 你是不是觉得医院的医生好欺负 医生好说话 你说你是不是有病 而且你思想上的病 比你身体上的病严重得多 叶浩轩一番连呛带轰的话 把这女人噎得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他颤抖着手指 这叶浩轩脸色煞白地说 你 你 我什么我 我开医院是给平民开的 又没给土豪开 不是平民你来这里干嘛 你来这里不就是让我宰的 不服气你去别的医院 我们曙光医院只给普通大众服务 有钱人绕道 叶浩轩冷笑道 好 说得好 这些病人们开钢时都听愣了 但他们随即反应过来 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叶浩轩说的这番话淋漓痛快 把那女人给损的几乎是无言以对 算你狠 咱们走这桥 女人满脸通红 她抱起地上的哈巴狗 然后蹬蹬蹬地离开了 我说了 我们的医院就是给平民们开的 她没事找事到这里看病 不就是明白 这让仔的 曙光医院就是平民医院 土豪请绕行 叶浩轩决定了 她打算给曙光医院的几个大门口 都写上牌子 平民医院土豪请绕道 免得像今天的事情再次发生 寻完了门诊楼 叶浩轩又来到了病房楼 而就走到急诊科的时候 一个病人被人推着从急诊室里面推了出来 这个病人的呼吸很微弱 几名主治已经换好了手术服 正要为病人做手术 什么情况 叶浩轩看到了这病人身上的气息在迅速地消失 他微微一惊道 刚才出车祸了 这个病人伤得很重 必须马上手术 主治医生让人推这病人来到了手术室 然后有些紧张地说 院长 病人的家属现在还没有来 没有人签了 现在怎么办 以你感觉 这病人还有几成希望 叶浩轩陈寅道 眼前的这名医生是内科的主任医师张长德 在医院里名气相当的大 他做过的手术有几百场 经验十分老道 伤到心脏和肺部 如果我出手 希望不足两成 张长德摇摇头道 而且现在病人的家属不到位 如果我们擅自做手术 出了问题 恐怕难以承担 你你感觉怎么做才好 叶浩轩道 手术要做 签字可以让病人家属来了之后再签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耽搁了抢救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良心上会过意不去 张长德道 好 张医生的话 深得我心 这场手术 由我主刀 出了问题 也由我承担责任 走吧 叶浩轩一边说 一边向手术室里面走去 张长德说的没错 病人伤得相当的严重 现在基本上是气弱油丝 要想抢救过来 真的不容易 张长德站在一旁 他早听说过叶浩轩的医术举世无双 但他是一名中医 中医对于这种撞伤恐怕是没有很好的效果的 但叶浩轩既然赶上前主刀 那就说明他有自信能把病人治好 张长德站在一边充当叶浩轩的助手 病人的胸口还在不停地向外渗这些 叶浩轩伸手在他胸口的地方 轻触了一下 这是撞伤部位 刚才做了检查 他的肋骨几乎没有一根完整的了 而且还有数根属于粉碎性骨折 张长德道 我知道 而且有一颗异物在心脏附近两公分处 距离心脏相当的近 这才是最致命的 叶浩轩一边说 一边食指用力 在伤者的胸口或点或按 张长德目瞪口呆 他不明白叶浩轩是在做什么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 现在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 尤其是他的肋部 所有的肋骨基本上都断裂了 是不能用手碰的 叶浩轩这样伸手在病人的身体上乱碰 他是不是嫌病人死得不够快 他不知道的是叶浩轩正在利用浩然真气 把病人的肋骨扶正 然后他从自己的行医箱里取出来一些白色的药膏 涂在病人断骨盒上 再用手掌轻轻抑制 用真气将药力迅速地透入病人的体内 之后针灸 绷带 一系列动作有条不稳 取出异物 止血缝合之后 这场手术算是到此告一段落了 本来要做三四个小时的手术 叶浩轩在短短半个小时内便做好了 如果不是看仪器上显示这病人的呼吸稳定 张长德几乎怀疑叶浩轩已经把人给弄死了 他第一次见识到叶浩轩中医手段治疗车祸重伤者 这与吸医的方法几乎是背道而驰 他正在当场不说话了 这就 完了 两久 张长德才不敢相信地说 而叶浩轩已经解下手术符 在一旁给双手还有银针消毒了 他一边消毒一边说 情况稳定吧 血压正常 心率也正常 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能醒过来 院长 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长德看这病人身上的监护仪 有些不敢相信地说 中医手段治疗 这种重伤者 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跟你们吸医的方法有些冲突 病人没事了 住院休养几天就好 对了 病人半天内不能动 因为勒布的肋骨还没有长期 今天晚上以后就没事了 叶浩轩笑道 我知道了 佩福 张长德由衷地说 第一次见到叶浩轩的手段 他几乎是佩福的五体投地 走出病房的门口 病人的家属已经在那里等了 一见叶浩轩和张长德出来 一名中年妇女连忙迎上来道 医生 我老公怎么样了 手术进行的非常成功 今天晚上以后 他就能下床活动了 放心吧 叶浩轩道 谢谢医生 谢谢了 病人的家属感激地说 病人也随即被护士推出了病房 他的呼吸均匀 面色红润 看起来伤势已经无大碍了 在跟病人家属见面之后 护士推着病人来到重症监护病房 叶浩轩输了一口气 他转身就要离开 而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 只听护士一声惊呼 医生 医生快来看啊 病人的情况有变 叶浩轩脸色一变 他连忙跑了回去 伤者的情况 他比谁都清楚 明明已经没有大碍了 怎么又会恶化了 难道他有什么影集不行 感谢观看